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白宇和老将coco 总体算下来已经有四位征战过kpl的选手在场 天成和玉宇在春季赛就上场打过kpl比赛 白宇上台季跟梁晨打过轮换 coco就更不用说了 有粉丝会问 kgl 可以上这么多kpl的选手吗 是不是对kgl战队不公平 其实是可以上的 包括ag冠军队员也可以来kgl打击场 但毕竟是发展联赛 都这样做也不合情理 瓶子也为粉丝们解释了这一点 rngmv现在之所以能上一队上这么多人 一队的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试惯打不了嘛 试惯打不了 所以他们后面不可能就让选手一直呆着呀 还是能练就练啊 多练一练 层多ag也可以上一队啊 你可以把6.6他们全搬上来啊 但是你在kgl上全一队打不合适啊 前程暴风瑞肯定不会上的 我跟你们讲 这毕竟是kgl发展联赛 你上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的人上来 你让他发展啥呢 只能说特殊情况 特殊看待吧 即便这样 agy 并没有被吓到 更没有被打崇 第一局 agy 选了连波 赵云 武哲天 马可 牛魔 rngma 选了药 竞 江子牙 迪恩杰和鲁班大师 相比 agy 这个阵容真的太脆了 不管怎样 前期打出了优势 可中后期 agy 马可伤害起来后抱团太强 rngma已经难以抵挡 最终还是输掉了第一小局 第二局 rngma选了四位发育英雄的阵容 却在前期反蹲 agy野区 并与其频繁打架 能让乌痕吕布拿到一血 结果可想而止 8分40秒 连龙都没看到 就结束了rngma 太惨了 第三局 让所有人没想到 瓶子也激动的说 真的 乌痕的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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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把卧槽打到公屏上 真的假的 不应该给国服阿德吗 因为我的印象当中 恒神已经好久没有打野核了 很久没有打野核的乌痕拿到了镜 但还是打出了该有的高光时刻 全中把rngma的关羽盯得死死的 最后一波 乌痕的镜在上路野区与关羽占调 打得关羽残血而逃 同时少了关羽的rngma 在自家下路野区被agy团灭 重视关羽有六角两手也难敌agy三人 两场猝死局彻底让rngma盟全 最终3比0来到赛点局 第四局 rngma拿到了双射手体系 让百里守约打中单 而agy则是孙上香大核心体系 前期虽然乌痕拿到了盟全的一血 但之后rngma一直占据着主动权 可时间来到8分钟时 乌痕 蓝联王和阿州东方药抓死对面拘入镜后 被对面的守约和联谱包夹 只剩无痕一人躲进草丛 抓住机会 瞬间反杀守约 极限逃生 同时对面中塔被推 随着这个节奏 九分钟就罕见拿下对面高地 这时的rngma心态彻底炸裂 agy最终4比0大胜rngma 不得不说agy站队的实力是真的强 成在跌风王者会杀诺元五次的阿哲还没发力就已结束 但打野无痕和射手精语却高光不断 虽然无痕已是八戒老将 可操作依旧非常细节 如果上届冠rngma的best和初心不去we 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对此小伙伴们想说什么呢 可以留言分享 喜欢小伙伴们就点赞关注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